威俄壮阔的太行山脚下 有一座古朴美丽的小山村 因为地势险峻 曾经的西牙沟村几乎与世隔绝 我叫Ellian 我来新加 你好 我是袁青 我来自上海 袁青 酷爱网游的高三学霸 曾经他和其他玩家组队耗时14个月 利用3D建模和电脑绘画 在网上复原了圆明园 在少年爱迪生的舞台上 他用一个寂静自作的仿生螃蟹机器人 让人们看到中国未来的机器人新世界 年仅14岁的哈萨克族少年 在少年爱迪生的舞台上 展示了无烟烤肉炉 利用热气流动和红外热辐射 将肉烤熟 避免了烤肉时烟熏火燎的困扰 并将这个礼物送给自己的母亲 作为自己14岁的成人礼物 八百里太行雄伟而灵朽 四处皆是险风换蝶 这条骑险的挂壁公路 是通往西崖沟的唯一通道 你有没有想过 从以前没有公渡的时候 他们这些人是怎么上的 哇 这地方真美啊 几个小时前还是艳阳高照 这会儿已经是五五松云海 两个初入大山的孩子 充满了感慨 老婆 爷爷好 娃娃来了 来了 来了 迎接两个孩子的人 名叫董山友 三十年前 就是他和村民们 用钢签铁锤 在绝壁上遭出了全长 11.2公里的挂壁公路 让人际罕至的西压沟村 连通了外面的世界 如今 为了保护这条生命线 他带着儿子 又做起了清理压壁碎石的工作 董山友家的老屋 由太行山里的石板建造而成 院中的桌椅也是从大山就地取材 这些山里人司空见惯的物件 让孩子们感到新奇 那到底什么植物啊 我给你拿一块儿看一看啊 啊 巧米 这是巧米啊 哦 它叫菇制 哎 那我们做凳子 为什么会有三个腿四个腿的 它好像就是木头上面结了一块 灌木树 你到山上就踩到这种河似的 你做这个 哎 它就是四个腿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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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有意思 哎 这个就是天然版的 你知道这个叫干啥吧 你知道吗 应该 应该是做这个 你看啊 我给你做一下 这就是叫漂水 哦 漂水 漂得尖疼 我们叫受罪克拉 哦 它替人受罪 受罪 知道吗 试一下 发明创造这件事情 不分人群 它不管你的生活的背景 只要你有一颗 想要去改善人们生活的一颗心 去为这个目标去努力 我觉得你最终肯定是能 做出一个成果来的 这一天 董山友亲自下厨 袁青和艾莉主动帮忙 厨房里 一件造型奇特的工具 让孩子们看得入神 它可以转 转了之后 它应该会带动这个 哦 这应该肯定是放食物 然后 哦 董啊 董啊 它里面有个孔 对 然后就这样 就把它压进去 就把它压下去 炸一个半 或者炸什么东西 应该是做面条的 你看 头孔 哦 这就是浓面 那一个就是浓面 就是浓面 这个面啊 你要活得很少 没有面了 手上也没有面了 那个面就活成了 山西山多水少 小麦的广泛种植 让山西人 有着无面不足 无膜不保的生活习惯 在这里 有据可查的面食 就有两百八十种之多 和乐面 是太行山南路 最常见的食物 就是把揉好的面团 塞进和乐床 用力挤压 压出一根根 光滑劲道的面条 哎 对对对 碰到脚 哎 对 就是这样 在冬季的山区 一碗热腾腾的和乐面 最能满足 鸡肠碌碌的肠胃 我们先给爷爷弄一点 哎 你们 长久了 再配上西红柿炒土鸡蛋 足以款待两个 来自远方的孩子 董山友告诉孩子 没有遭出挂壁公路之前 去一次县城 需要爬两天的扬长岛 吃 住都在荒郊野外 如今 衣山盘旋的挂壁公路 成为了文明侠儿的太行奇景 接下来的72小时里 少年爱迪生们 又将会在这里 经历怎样的考验呢 而此时 在一千公里之外的上海 一场同样严峻的考验 正在启动 欢迎 任务卡 上海是一座 河流广布的城市 上海的河道总长度 将近三万公里 河道面积将近500平方公里 在接下来的两天 你将与另外两名选手 一同体验青州 荡漾在现代城市的 惬意生活 应该是去划船啦 看上海风景啦 过着惬意的生活 别忘了 你们三名选手中 只有一个人 能晋级下一轮比赛 集合地点 上海市普陀区 孤独港 三个性格完全不同的 少年爱迪生 发明了玉兰美孚树的 花师大二副中高材生 夏欣元 这个是我的白玉兰树PT取物 希望我玉兰美孚树 可以把伤害基因留下来 发明了千万次 打印墨盒的环保少年 吴思元 我希望我可以把这个 打印机也改造一下 实现千万次的打印目标 发明了声波灭火器的 小破烂王周志毅 有一辆自己的面包车 开着它环游世界 去收破烂 他们心想在 接下来的72小时内 走出自己的世界 去感受不一样的人生 周志毅 夏欣元 我一定会打败你 我相信我能赢 那边有一个桌 在上海 遍布着许多这样的小河岛 下有几桌 一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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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河岛 河面不宽 水深不超过三米 大型的机械船无法行驶 所以清离垃圾 目前还依靠清洁工人 在手摇船上完成 你有没有觉得它向我们走来 是的 我觉得它是来接我们的 三个小飞 你们好 叔叔好 叔叔好 我是这边 普道区河岛保洁的队长 我们这个目标杆河岛 总的长度 一千九百米 一条船要保着四十包拿鞋 一包拿鞋应该在十公斤左右 这个两位师傅 是你们临时的代教老师 好的 明天后天你们这两天上班 这是有两个师傅 你们三个人 有两个小朋友 要共享一个师傅的 好吧 你们自己看一下怎么样 三位选手首先到河岛里 熟悉明天的工作环境 周志毅开启了评论员模式 哇 果然什么都有 什么垃圾都有里边 奶茶就往这边随手一扔 喝完了上面它就扔下来 物流拆了就扔了 你看牛奶 到底是哪个不称职的小孩子 现在的人呢 另一条船上的吴思源 陷入了沉思 孩子们开始意识到 此次任务的艰巨 一拉罐盒子 西梦斯床垫 沙发都扔到河里面 早上冷了 走路上冷了 船里面都结冰 船上有冰它滑得很 全是很难捞的 我一直以为 这位都是应该是机器干的 没想到还是有这么多人 需要为我们这个河道的清洁 然后付出这样大的努力 我感觉是 我以前都想都没有想到过 而在太行山王芒岭 另一场挑战也在进行 这一天 董山友要带孩子们 去山上崖壁排险 王芒岭遍布其风怪石 一旦有碎石坠落 对公路和公路上的人和车 都是巨大的危险 董山友和村民们的工作 就是要在这一刀销城的 千刃峭壁上 把松栋的岩石提前清理掉 你看那 那年小树 全都是年小树 柴胡呀 柴胡 撒起你们都可以 咬一个尝一尝 很酸 很开胃 来这儿感觉怎么样 来这儿 特别好 还是感觉就是 会当邻居的岭 一览众山小 对 这个 这样 董山友下崖的地方 没有公路 这段不到一公里的小道 成了两个孩子 遇到的第一种考验 慢慢地 你跟着我走啊 我这钻了太危险了 我 我 我走拿 你跟着我拿 慢点 爱丽 慢点 你可 你可慢一点 上午十点半 气温达到了零上五摄氏度 海拔一千八百米的山间小道上 鸡血随处可见 十几分钟前还精力十足的孩子 现在已经步履艰难 跟不上董爷爷的节奏 慢点 一开始上山 我是想体验一下 他们那陡峭的山壁 但是真正踏上去的时候 感觉比看着要难得多 每踩一脚都要小心 每一脚都有可能踩空 爷爷 你要不要这个手杖 不要 这个 我们就在这个山上 随时 取一个踩 这样 搬一个 这样子就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拐杖 这就不滑了 什么冰庄 什么登山稿 装备齐全 人家什么都不带 走到路边 摘个树枝拐杖 超厉害 帅帅 走 董爷爷冲着山谷大吼一声 让两个孩子一鼓作气 在崖顶上 董山有的工友们 已经做好了辅助他 攀岩排险的准备 这是撒开的小娃娃 这是新家的小娃娃 你们就是用这个麻绳 系在腰上吗 光的这样一根绳子 保险扣子 保险没有吗 没有 在那树上 扎边一个 拉着它 你如果你要这么算这一下 来你的腰太疼 到空中赶火不行 等会儿我儿子就是 晚绳坐 干击也击也不干 干了算这一 好算啊 你赶不赶 赶不赶从这下去 是啊 赶 一定赶 真的赶 就这个地方啊 就这个山头啊 就竖着 完全竖着了 没事没事没事 你两百米 没有没有 两百米高啊 没有 是的 没事 没事 你真敢 敢 你真敢我还真要掉下你 用气可掉 一定要试一下 这里你肯定不敢 你心里想的敢 但是到崖边 你看就不敢了 这个地方你就是想想 你就是敢想我 不让你 不让你想 好 你也担心我们的安全 对 艾莉的勇气 让众人哈哈大笑 就在两个孩子的懵懂中 紧张的排险开始了 董山友的高空作业装备 是一条普通的攀岩半身安全带 把这来都给我扯进 宽度约五公分左右的绳带 缠住他的大腿和腰部 穿过安全带上的三个保险靠 形成三角支撑受力区域 而董山友的儿子董钱 今天也一起下山 他的攀岩装备 只有一根粗麻绳 麻绳绕过大腿 捆在腰间 当地人管这种图办法 叫做碗绳座 这就是那个敲的是吧 还挺沉的 来 清理压壁碎石的工具 是一根一米出头 重约十公斤的钢签 为方便携带 他们把一根细绳 穿过钢签上方的环口 乍一看就像一个巨大的绣花针 我一只手还不一定拎得动 此时的董山友已经离开了崖壁 再次确认了钢签已经拴老 董山友指挥工友调整了绳索位置 并让儿子董钱一起下山 好 我得个维维的法 我要下来 妈 没办法的法 他们就从上面 就我拿这根绳子 上面五六个人拉绳子 然后绑一根树 一点一点放去 然后不放的时候 他们要挡 也没对掌机那种 就我会全靠寒 好 慢点 把这个绳子软 这个绳子 行 行 董山友发现一块松动的石头 他上腿轻轻一蹬 把自己摇到一米开外的地方 用手抓住碎石 向外拉 石头坠落到谷底 足足化了五秒钟 家里我腿都热了 哇 这个 好 现在嘴都热了 刚刚谁说 两百米不要紧的 董山友又发现了一块大石头 他将钢签对准了石头的裂缝 一点点敲击 董山友将钢签插入石头 尝试将碎石撬开 你看 这里 撬呢 他们差不多撬开来了 然而结果并不理想 他改变了方案 我要这么大一块 超震撼的这个声音 可以用震撼来形容 哪怕我们是离了一百多米远 它那个石头掉下来的声音 在山谷里面久久地回到 像一道雷劈下来一样 非常震撼的一件事情 王芒岭处处皆绝壁 董山友靠着一根钢签 和两捆百米长的尼龙绳 像壁叔刮头一般 不放过一块石头 不一会儿 董家父子已经下落了近五十米 董山友在近乎垂直的眼笔上 游走自如 每下一步都会将周围的碎石 撒落地 游一会儿 我只是吵不散你 我去 哈山稍微牙 哈山准备把它宰一下 拿手 那一旦上面的人操作失误 那么下面的那个人相应的 往下坠落一大段距离 那我觉得这段距离 对他来说可能是致命的 真的是应该要好好改进一下 好 精致表总啊 好 精致表总啊 精致表总啊 好 精致表总啊 排险工作进行大办 董山友下到了挂壁公路的位置 我下来了 注意安全 太吓人了这样 你敢给他吓 我不敢 我真不敢 这真不敢 排险工作接近尾声 董山友的儿子董钱率先接近崖底 就在离地面还有十来米高的时候 小董却突然停在办公中 一动不动 拿着你那个绳来 绳不够长了 我吓人 下不到底了 我还大半米左右 董钱用那个粗绳子 不够长了 下不到底 他说爸爸 我说 我觉得我的腿有点失去了 我直觉了 我说不行 赶紧喊他们 把我心里发牙 好 还剩下 头顶的落实 脚下的悬崖 每多待一秒钟 都增加一分危险 董山友立刻紧张了起来 不用了 叫我下路转过来 他妈 还剩你的话哪就 好 好 这都只是 跟上海里 到了崖底 董珊有几步就登上了崖壁 将身上解下的安全绳伸给了儿子 好 拿点 罚吧 这样的惊险 让两个孩子惊慌不已 但这就是董家父子生活的日常 这个腿就根本就摸开了 慢一点 慢一点 爷爷好 爷爷好 爸爸好 你这么大岁数 能坚持干这件事 真的挺不容易 别人走的都不知道 你为了保护这条路 很多人在付出着 但是就是很多人都看不到 挺遗憾的我感觉 我说让我儿子接着我再看 他一开始都不同意 这么危险 你也别干了 他说 哈哈哈哈 回去我们动动脑筋 对动动脑筋 设计一个好一点的安全的 这边就是我们的垃圾站 河道里打捞上来的垃圾 都要在垃圾站里进行处理 第一次见到这个场面 选手们受到了震动 我可能不太习惯 因为第一天来 我感觉这个如果自己亲手去捡的话 可能是会感觉有一点 目前上海平均每天产生的垃圾 超过两万吨 垃圾处理分为填埋 焚烧和生化处理 三种主要方式 这个垃圾压缩站 每天要把生活垃圾 压缩成小体积的立方体 运输到焚烧场 选手们接下来 是要和环卫工师傅们 吃住在一起 开始不一样的城市生活 觉得脏不脏 脏 有一股酸味 就是首先他这里 工作的环境不太好 然后呢 而且这样每天也比较辛苦 让我觉得 他们做这份工作 是很不容易的 但是他们用他们的汗水 辛苦就是换来了 上海的美丽 这里是我们12个人的空铺 这场这个光都能反射过来 像面镜子一样 回到寝室的时候 我感觉寝室条件 好像挺好的 他们宿舍条件还是可以的 比我们家差不多还好 非常好 到了宿舍 吴思源立刻把哥师傅 请到了单独的房间 开始了发明前的采访 工作的强度大嘛 你的安全有保障 你们在你们河岛有水壶入 手套的话 戴的都是那个香蕉的手套 闷嘛 你就不防水 戴这个手套 你觉得暖和嘛 我们可以发明 一连串的疑问 让哥师傅一下子 还真有些招架不住 那能不能买那个叫 鸡翅 鸡翅 可以啊 回到菜场看 有的就买的 你喜欢吃鸡翅啊 对啊 周知义一直惦记着妈妈经常烧的鸡翅 他想自己做出来 让师傅们也尝尝 这个有中翅 这个有中翅 这只要几个要不要 哪一种 六个吧 这个多少钱你 23块钱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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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贵 这不能便宜一点吗 这么多 便宜一点 天天买你的东西 要几个 你能买几个 哦 哦 哦 我怎么找几个 四两块钱 哦 也许是察觉到什么 周知义把六个鸡翅 改成了五个 每个人都能吃到一点 一个 袋子好像也有 十块八毛 哦 好 好 谢谢 十块 自然即取是周知义做熟知的味道 但他不知道的是 清洁工师傅们 都是从外地来上海工作的 必须省吃俭用攒钱寄回家里 任师傅的儿子刚刚结完婚 哥师傅的女儿还在读高中 她们每天的伙食费只有十几元 几个人搭伙做饭 从菜场回来 吴思源又拉着哥师傅到宿舍外的阳台单独取清 周知义仿佛发现了什么 一直在周围徘徊 不用 不用 不用他听进 你如果说听到了就是对手问的问题的话 你就可以推测他发明 你想要发明什么 就是所以说今天那个周知义 就是一直在我后面 就是偷听我发明 我就觉得我比较忌讳吧 表现的 听进去了 你觉得对你有什么帮助啊 拿钓鱼竿的原理来说的话 没帮助我 我如果都用电动啊 那我们俩创意肯定是我够的 你在干啥 我在写周围徊要做的那个发明 让我看看 这是我的意思 你不能看 你是我的对手 就看一下 一秒钟 好了 我想看见 他上面 他册子上面写了一个定位器 什么什么定位器 我觉得有点紧张 现在你在做什么 生物作业 因为我们寒假要做三十一张生物卷子 所以现在实在是来不及了 喂 喂 现在假的什么样 假的还可以 假的还新鲜是吧 嗯 你老老给你一年审理还可以 现在这几天吧 很清楚挺好的 好 那就直接注意点审理就是了 嗯 你现在考试考了没有 七种考试考了一次 然后我就没有了 那几名 前十几 前十几名是吧 好 那你跟那个 夏新元同学 你跟他焦虑焦虑好吧 好的 我发电话给他 喂 您好 嗯 我叫蔡新元 我和你一样大 你以后想学文科还是学理科 学文科吧 我们有空可以加一下微信 然后来交流 可以可以 嗯 好 我春节肯定回不去了 今天过年肯定回不去了 好 我等过来春节以后再回去 好吧 嗯 你仔细注意点 好 好 我有工人是都可以回家 这样工作服务人 没想到他们是 还有人不能回家 你现在他春节不能回来了 那你是不是心里很难过 嗯 有一点 嗯 这个他会有 嗯 我会想他们 葛师傅他可能心里也是很难过的 怎么样啊 很好啊 你有想 什么想问我呢 妈妈不在身边开不开心 又开心 又不开心 我说不开心 我看你挺开心的呀 不开心就是 你不在我身边了 开心呢就是 而你不会管我 你别忘了等会儿给我睡前仪式 好的 现在就来吧 嗯 现在怎么来了 隔空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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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好 来 你 好 拜拜 拜拜 晚安 晚安 总结有个东西缺了 然后呢 说不出来 我 应该就是妈妈 来 两位小朋友关灯睡觉了啊 第一天的生活结束了 晚安孩子们 明天还有更多的挑战 而在太行山王蒙岭上 两位少年爱迪生正接受特殊的模拟训练 山脏 山脚下的一处小山坡 大约七八米高 为了更好地做出发明 孩子们要求实地感受董爷爷登牙牌弦的感觉 好 紧了就行了啊 雷得很紧 你想好好活动一下都是特别困难 你这个脚 必须得登牆 登牆 登牆 对 往靠 脚 脚心上 脚心上 脚往这儿等 往胳膊伸 脚往前走 脚往前走 脚往前走停 有点吓人啊 脚往前走 脚 脚真有点吓人 脚哼 对对对 壮后眼 对啦 脚 дог 原先还是 还有点 abusive 这真有点像 脚 你怎么挑战了两百米 感觉啊 咱们刚才从这要下去 是啊 一定要试一下 以前真没想成到会是那样 就是看得特别简单 其实特别不容易 这种小携货的都 都都都都都轻轻胆战的感觉 登山装备可能说就是不太齐全吧 就想设计一个类似呼吸 然后在中间加点弹簧 应该可以的 就是只要是有设备就可以时间了 在我以前所看不到的那些地方 有那么多的人在经历着 比我更加艰难的生活 但他们还是依靠着自己的智慧 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 努力地生存下来 我觉得这样的话 对我今后的未来 无论遇到再大的困难 我觉得我都会运用我自己的努力 去克服它 来得高兴吗 高兴高兴 一次模拟上山体验 让孩子了解了大山 也拉近了和董爷爷的距离 常年的户外工作 让董山友落下了一身毛病 明天就是返回上海的日子 孩子们决定在临走之前 陪董爷爷一起上山 帮他多采一些治病的草药 排险 攀岩 西牙沟的生活 让孩子们温暖而沉重 微微太行上 孩子们肩负着董爷爷的 主托和信任 他们要为董山友 为这里的排险工人 拿出最好的设计 我们现在去到目睹港 你们两个坐师傅的车子 下行员呢 你坐我们的工作车 电瓶车过去很冷的 你们多注意安全 现在我们出发了 好 谢谢 冬日的寒冷 阻挡不了孩子们的兴奋 好 走了 从宿舍到目睹港 骑电瓶车需要半小时 放心 放心 你先伸过去 我姐姐 快快快 你那把 好好好 落到 这也太难空 空了 太空 我落了一坨泥 你把这水 在水里边涮一下 对 经过了前一天的生活体验 今天孩子们在水上干活 都格外卖力 放心 放心 你先坐着 我觉得这肝子挺重 本身你抬这个网兜就很累了 再加上要长肚 腰肯定很酸的 他们非常累 所以我要研发一种机器 帮助他们 我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这个水流 然后把垃圾堆到一个地方 然后进行收集 单独作业的吴思源 干活非常认真 慢慢的 好吧 不要急 慢慢来 一个一个捞 好的 稍拿一点 对 我们想不到 他会这样的 他今天很卖力的 很主动的 干活可以的 他今天这里好像很多布 这个不好 他铁丝容易挂垃圾 功夫 这里面都是水 对 都是水 好 好 水倒点 装了一袋的水 就是感受到了这个环卫工人 他们这个辛苦 捞垃圾的时候 很多垃圾都进水了 然后那个垃圾就很重 就比原来有可能 重了好几倍 我觉得它最需要的是 把它的杆子 就是做成可伸缩的 然后往它那个拆卸 都比较方便的 捞完垃圾 吴思源还主动试着撑船 哦 试一下 撑到底 撑到底 往下伸 往下哄 到底了 就这样的 对 对 对 掉过来 掉过来 倒在那个壁上面 倒在石壁 对 对 对了 对了 再擦 往下擦 往下擦 擦 擦下去 对 对 就这样 半天时间 三位选手一共打捞了十包垃圾 其中吴思源打捞了六包 驾心源和周知义打捞了四包 放远一点 稍微 放远一点 哎 我去 好了 不要到了 不要到了 这个我去踏在别的梁上 回到宿舍 三个孩子直接来到了厨房 虽然他们在家里 从来没有做过饭 但还是努力着做一道 椒盐鸡翅和清蒸鲑鱼 这是他们认为最好吃的东西 以此表达他们对师父们的感谢 回到上海后 少年艾迪生立刻在创新物里 忙活了起来 原青准备设计一个新型的攀岩工具 我先用3D设计 画图纸 把我作品完整地展现出来 然后我再使用实物 进行一个简单的搭建 实现它的基本的用途 进行一个演示 14岁的艾迪 虽然不太懂电脑制图的技术 但手绘的设计图 也是有模有样 两个小伙子竭尽全力 要实现对董爷爷的承诺 你要找什么 自行车 干什么呢 保密 我要做的不是一个在悬崖上的椅子 但是它如果要在悬崖上攀登的话 它腿部它的运动要非常的自由 那如果自行车的话 腿动的伏力又是非常大 座椅的设计就是 就可以包住 坐在上面的时候就不会卡到腿 那我们可以模仿它这样的一个设计 然后去设计我在山崖上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圆青把重点放在了解放工人的双腿上 因为他关注到了工人 在工作停止以后 他们的双腿可能是会因为失血而站不起来 这个腿就根本就目不开了 它在这里引入了一个人体工学的东西 而且在座椅的设计当中 特别关注了它的职业特点 大腿的限制是不能有的 因此它的整个设计显然到一气合成 艾丽的设计希望在传统冰爪和护膝上加装弹簧 以方便排险工人在闭牙作业时左右移动 就想设计一个类似的护膝 然后在中间加点弹簧 但显然他遇到了困难 我想做一个弹地脚套 但是就没有做成了 24小时转瞬即逝 艾丽能否在规定时间里做出自己的发明呢 三位选手在和时间赛跑 我觉得非常辛苦 我就想他们能不能在岸上遥控它 用一种网然后直接推过去 我就是把这个杆子进行了一个改造 做成了多功能的 两个小选手顺利进行 来自华士大二副中的高材生夏星元 却陷入了停滞 他设计的传送带并没有考虑到防水问题 刚一放下水就发生漏电被迫停止 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夏星元面临很大的压力 是重新开始还是另辟蹊径 突然小时候最喜欢坐的摩天轮 课本上的浓用水车 这些记忆如有神柱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五边形的雅克力小房子 有两块是镂空的板是为了把水沥干 开闸之后会有流水 流水的话会有一个水的冲力 用这个水的冲力 使垃圾起到一个收纳的作用 不停地转的话 把垃圾可以从水面上捞上来 能帮他们减轻一点他们的工作量 夏星元的作品 垃圾收纳摩天轮 五边形的回收框 带来的动能分别完成垃圾的搜集 搬运 过滤几个环节 夏星元通过把垃圾回收 分割成多段步骤 从而实现了全自动化的垃圾处理系统 他我觉得就是定义问题就非常清晰 他考虑的问题就周久 用他学到的物理学 或者流体力学的指示 把那个垃圾往两边 从在两边自动收集 摩天轮的外观设计 通过加装灯光等装饰措施 也能够让这套系统 在清洁河道的同时 成为城市景观的一部分 他在他的设计当中 不仅强调功能的实用性 也非常强调美观性 和生活环境的舒适性 夏星元通过分解问题 数据出一整套垃圾自动收集系统 还兼顾城市景观构建 无思源的作品 是围绕打捞垃圾的工具进行改良 通过把打捞杆体 改造成可伸缩的钢管材质 再赋予快拆网兜 和可更换的打捞头 一个工具可同时适用于水面打捞 和贪图打捞等多种工作场景 他做的东西 如果定义一下 叫做技术革新 他比较务实 通过伸缩或者金属杆 拼接灵活地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 无思源实际实际问题 按照清洁工人的最大需求 进行发明改造 周知役的设计 是远程遥控垃圾船 命名为飞珠号 船体前部的网都可以捞起垃圾 完美的摆动角度 能够使垃圾进入收集桶 同时他还制作了两片侧翼 不但能在复杂的水流情况下 让船体保持平衡 更可增加福利 实现了垃圾收集自动化 年龄最小的 却是脑洞最大开的一位选手 他特别具有想象力 他是更具有发明家的潜质 这是一个小天才 周知役则脑洞大开 通过玩耍鸡类的经验和废弃品 数据出飞珠号 为水上作业提供新办法 此时 爱丽正在收集新型的 攀岩安全绳索 之前的方案攀岭脚套 无法顺利完成 并没有让这个哈萨克族 小伙子气馁 他现在也在进一步地 进行一个修改 他是想有一根横杆的 这样一个结构 能够让工人在空中 这样一个横向的滑动 爱丽的设计思路 是如何实现排险工 在崖壁作业时 能够横向移动 既增大作业面 也增强安全性 他在两根原本垂直的 绳索下方 加装支撑杆 在绳索底部 形成三角支撑 排险工 可以利用支撑杆 达到左右移动的目的 他选用了一个滑杆 想法是不错的 但是以设计的机构 还是问题比较大 滑杆往左滑往右滑 其实是一个 很不稳定的平衡 它反而增加了 它的危险性 原型设计的 攀岩装置 利用向前突出的 三角结构 拖住身体 可使排险工的腿部 自如运动 新型座椅 与排险工身体 接触面积增大 分解局部压力 腿部压强变小 使腿部血液流通 同时在牵引部分 它采用了滑轮组设计 可以由排险工 自行调节高度 极大降低了 人工控制绳索的 脱手等危险 发生的可能性 它这样设计 和对于解救人的 应该叫人际工学上面 它是有很大的帮助 这一段设计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72小时生活体验 24小时做出一个发明 少年爱迪生 总绝在最后的 两张入场券 即将揭晓 来自科技 教育 传媒 心理学等各个行业的 六位观察员 根据洞察力 创新力 和科学性 实操性 等综合能力 进行考量 他们手里的十分 只能投给一个人 他们到底会如何选择 把票投给了夏欣元 夏欣元 夏欣元 我投给这个原青 原青 原青的那个作品 更加成熟 更加完善 来自上海 普环实业有限公司 第四分公司 河道班的三位环卫工人 真体乐 人名誉 歌同钱 太行山西亚沟村的排险公 东山友 他们这两组验证人 各自手里的五十分 只能投给一个人 谁将成为最后的晋级者 祝贺夏欣元 原青 尽其少年爱迪生 总决赛 体验社会生活 了解人生百态 少年爱迪生 留在少年们记忆中的 不仅有闪亮的舞台 更有真实的成长 青春无味 勇者无敌 年度巅峰之战 即将开启 少年爱迪生 第五季总决赛 四大发明之夜 下周同一时间 继续见证 最具创造力的 中国少年